4月6日,网传周杰伦曾多次赌博,并且输掉了商议员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网友发现,周杰伦也非常爱赌钱 有一次在新加坡一个晚上输了几千万,两次加起来损失商议员 不过网友认为,作为歌坛天王的他,应该懂得截止吧 毕竟他的才华和人品是有物工赌的 不过一个易式台币,折合人民币2200万左右 去年5月,有消息称,周杰伦投入的元宇宙出了问题 损失很大,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 当专辑开始,周经常去往拉斯维加斯等地方玩 周杰伦认为,这些都很正常,玩个一两天收收心 之后再回去开工,网友猜测,周杰伦现在应该还有在赌 时不时就去国外旅游,去年发了新专辑后 一直都和坤林待在国外,周杰伦2023年演唱会已经关心 目前确定的都有将近20场,几年采发一张专辑的周董 突然开这么多场演唱会,网友猜测,可能是为了还债 不过,这些并没有时辰,大家还是谨慎吃瓜吧 对此,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